以及暴女对吧 最近虽然国豪也是一直在用这个英雄 但是两位打野选手其实都是 我们过去说在队内来说 比重 站的这个输出比重比较高的这种打野选手 但我觉得国豪回归的这段时间 他其实用的巨模的量其实很大 国豪现在重新做完首发之后 一直状态确实是不错的 这边选择一楼 先抢下这边色体 色体在本周的比赛里面 有非常多大方一彩的一个发挥 不管在土著位 在打野位 而且卡拉米各种摇都有 所以这个英雄现在又很热门了 就是他现在虽然上单位来说 确实比较疲弱 但是在其他的位置 他的先手能力还是数一数二的 那一般不会放在上路去打 这边京东 红色放一楼 狗熊我觉得不错 可以考虑先拿 可以对着抢 因为土著墓狗熊有玩的很好 虽然现在狗熊大部分都是选出来去打野 但真要说上路比较好打的话 也可以去打上 是 就两边现在都先 一二楼都是先抢一个摇摆人 作为一个BB上面的一个可变性 是 这边爱希要不要考虑去 我觉得ADC可能还是先抢下来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二本流失是已经被 京东自己给按掉了 对 但也有可能考虑到 这时候我选爱希 你会选一个卡丽斯塔 那其实爱希打卡丽斯塔 这种就第一件出破败的英雄 其实没那么好打 所以最后把ADC的这个选择 再放一放 先把高子哥的妖姬给选下来 招牌了 一个左翼一个妖姬 卡丽斯塔这边直接选没什么问题 那看第三手 这边要不要考虑直接把中路给出了 先选一个比较好打妖姬的 是 对吧 这把其实还有辛德拉 对吧 就是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强碰的一个对阵 也可以考虑比如说 看到妖姬去选加里奥这样的一个英雄 对 因为色皮毕竟能摇嘛 而是卡丽斯塔这英雄比较百搭 下路能跟他配合的辅助还有很多 除非说你非常想要宝石这个英雄 那可以考虑这时候去出 是 但这样的话 其实你的色体的摇摆空间 就变成只剩下上野的一个位置 对 而且对面这个阵容 目前看来其实蛮灵活的 是 宝石这个英雄 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 还不确定京东是不是一个 标准打一波的一个阵容 明显宝石的效果 就会有待伤鹊 看一下要不要先给佛佛拿了 然后加里奥 打一手支援 辛德拉 其实打妖姬都还行 我觉得其实还是看队伍的风格 对吧 就我觉得在B.O.G.来说 为什么刚刚点辛德拉 就是我认为 B.O.G.会更多的让FOP 有机会去创造自己的上限 是 因为加里奥就是一个标准 对上妖极师 他的下限其实是高 但他的上限其实不高的一种选择 主要加里奥的话 这把可能说 毕竟有一手卡利斯塔了 就有点极端 可能说前期没创造这优势的话 就没办法去打了 对 如果后面对方又补了一个什么 奥温这种上单的一个大肉 你就很难去打对方的一个肉 这种艾西还是要选 确实现在在外面也没有太好的一个AD选择了 是 两边现在辅助位置上面来说 B.O.G.是完全可以让射体跟富多之王来搭档走下路 而 京东这边可能狗熊 现在这个版本走辅助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 所以辅助位置上面来说 B.O.G.可以做点文章 对 现在选择很多 这边其实 是把射体打一下挺好的 打艾西这种没有位移的AD 很容易前期打出效果 是 京东这边依旧继续的来按 那这样的话 如果B.O.G.跟辅助位的BAN会变成是辅助 大量的被BAN掉 所以我觉得B.O.G.这边可能开着比较好 除非他已经去决定射体要走在辅助位 搬打野 这边还是把卡纳位的盲森给搬了 现在其实外面打野还挺多的 什么南枪啊 巨魔啊这种 都还在 但我感觉是吧 有可能说狗熊是一个打野位 因为看了一下 中路毕竟是一个新的拉嘛 这把狗熊配合妖姬其实挺好抓的 但B.O.G.这样的BAN会也有一点点 B.O.G.就是压迫着你的狗熊 往辅助位去走的一个意思 看一下最后 京东这边是BAN掉了一首 King Gen的青钢影 最近也是版本比较火的一个上单 是 很多队伍都在玩 就相比于武器的这种 更稳定吧 更稳定 武器太极端了 而且正面团其实武器没有青钢影厉害 带了两手AD打野 盲森跟挖掘机同时给到Kanabi 那现在京东可能是要先亮一下自己的一个辅助 日女下落这个日女搭配艾西 比较强势的一个先手组合 没有去考虑 我刚才想说有没有可能去选一个布隆打 一定的反手 但京东现在看起来进攻性是要拉得比较高 因为他可能我觉得在于说 高子哥是比较早的把妖姬拿下来 所以京东这把的 他的一个整体的进攻的一个节奏不会拖得太慢 因为毕竟有艾西嘛 前面还是要不要艾西这个点去打出一定的节奏 毕竟BLG这边的阵容其实也没有很天后期 要看一下BLG最后的一个选择了 上路现在Kinjan是在考虑凯南 凯南确实在面对对面有艾西的时候效果很好 而且是吧 选凯南的话这个狗熊肯定就不打上单了 对 就是如果你的狗熊要走上单 我这个凯南也是可以有效的在对线上面取得优势的 对最后一手 这射体感觉大概率还是要打下了 因为毕竟对面是女嘉艾西了 所以二打二是完全不吃亏的 但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好打野了 对吧 你现在因为自己ban掉了两手物理打野 那国豪这边可以跟 也是 对吧 跟新德拉好ban的这两手 就有个巨模还可以 直接拿巨模来限制 但巨模的确也不错 是也还行 想一想巨模打野挺好 BLG怎么选吧 他这样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我一手泰坦补一个下落稳定的一个控制 因为他们的阵容其实不考虑最后一手的时候 其实该有的内容都有了 对吧 大团控凯南的一个AOE的压血量 包含正面的一个先手能力 你有副头之矛 有射体这样的一个英雄 但最后的决定是让国豪拿射体来做打野 然后新龙这边是拿了一个泰坦来补充自己 正面的一个先手能力 大树嘛 这首上单老树 这个好久没见了 但是打凯南 其实大树是一个 就是我们有点仿佛回到两三年前 对吧 就是打凯南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尽可能的要选择 可以跟打野配合 稳定控制去抓凯南的英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打凯南青钢引是一个常见的对阵 是 那大树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想法 就这一局 其实Zoom跟卡纳比 有没有办法去 在前面对线的时候 给到Kindian一定的压力 因为如果你纯让大树对凯南 那凯南就恨不得 亲切遇照带起来 对吧 当然这个赛季是已经没有这个符文了 前面其实大树打凯南 还是有点压力的 说实话 而且这手大树 其实打团效果应该会比较不错 因为你看这边的一个双鞋 一个新德拉 一个滑板鞋 其实打大树的话 就你被大树绑到的话 基本上都是要死的 是 滑板鞋最讨厌碰到的几个唱单 就是这种纯肉型的一个唱单 对 但这把感觉 其实前期的话 可能BLG这边的攻势要更猛一点 是 其实我还是觉得 关键点在于 刚刚某某我们在讨论的那个 BLG到底打野位 用什么英雄的这个感觉 但我觉得就这样看起来的话 其实BLG在 一选射体这个点上面 在占对方的了解 应该是觉得我这里 拿射体的打野 对位到狗熊 这是一个我想要的对阵 对吧 因为你回头看他的四五楼的band位 你用逻辑回推 你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 但是就是 如果说你是一种巨魔打野 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首大树肯定 京东是不敢出了 对吧 所以强迫Zoom这边 去玩一个那种战士性唱单 但各有各的好处吧 这边阵容确定下来 其实两边阵容 前期感觉作战能力都蛮强的 特别是这边BLG 因为你补充的是一个泰坦的 一个下路跟 复仇之猫做搭档 这个如果下半部前期打不起来 对于BLG的BP上面来说 就是亏的 对 好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赵然之峡谷 一起来欣赏 在夏季赛 BLG以及京东天明 在夏季赛的常规赛交手 符文上面好像都比较常规 上路的 听诚的一个凯南 选择带了起风秘机 中这边则是直接选择了一个余阵 毕竟带不灭达远程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收益 一起这边想进来做个视野 还是放了 我自己一直在观察的 反倒是10.1是加强的一个掠食者 现在还是没有让掠食者的打野 重新带起这个符文 之前我其实就加强了一次 对 之前是改动 改动以后 其实很多职业选手 就中单带不了了 因为现在是 一定要有人才有加速 对吧 就你不能拿来回线 这个点是对掠食者最大的一个削弱 但是对打野位上面来说 其实照理来说 像你看狗熊这种英雄 你感觉带掠食者 感觉也不错 也挺好的 上路依依学了W 捆上来这边有余震 一滴 换野能量还不错 但是回头也被偷点了几下 其实也没转到哪去 而且毕竟自己是一个进战 但是对于大树来说 他可能兵线交给他更多的 就没有换血的空间了 依依学W的话 这边大概率就是老抗压了 也不多想了 毕竟确实大树前面打凯南挺难打的 就把上路前面给你小压点也很正常 两边打野的一个企业路径是 分别在上下半步 而在京东这边是在对手的红须 刚刚已经聘了一个信号 就知道国豪起了上半步 这个红霸不一直还没有动 下路这边勾一下 但是可以看到绿毛这边是有意识的在帮忙打 是 很凶啊 打的 哎呦 这换血换的 这波Wing 其实先点寒冰 后面消耗日女的这个进退 其实是拿捏的非常得宜的 这波换血换下来 这边BLG是小转 主要是把握了一个推线的一个主动权 而且这边由于狗熊是下半区 这么往上刷的一个路线 所以前面的话 下路上就只能靠自己 右手上来 但这边绿毛也升到两级了 反手一套技能 反而是把这边新魔的状态打击 这波新魔应该是死了 哇 最后残血的绿毛再叫闪线离开 对线出现了这样被击杀的一个问题 这边小榴莲是不是 异技能爆失误了 CD了刚才 我感觉这一波好像新魔跟Winx是没有沟通好的 对 这波主要也是因为沟上去那一瞬间 刚好这边京东也升到两级 是 本来是想抢了二线打一套的 但是这边经验上没有计算的太好 绿毛这边应该也是有注意到猫黄树的这个细节 立刻就是利用自己的天顶之间顶上去反控泰坦 然后配合Loken完成击杀 这波打完之后其实下路挺亏的 不过 你推线 然后二打二被击杀 这其实是要被计算成失误了 主要卡丽斯塔这英雄前期线上是不太能出问题的 但他毕竟这一把 因为Winx也带了一个致命节奏 他没有去对着带重认 他没有去带重认 加强自己前期的一个对线能力 这样的话 看后面两边打野后续谁先到吧 因为现在两边辅助都没有技能的情况下 打野来是很容易击杀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路这一波 这波 这什么情况看一下 就在等这个兵 他 奇怪他是A11应该是没有 这边直接把毛爆了 不爆的话这波应该是一换一 这波感觉有点小失误 是 而且他我觉得他回头点 后面的后面那个兵是 是不是想要就是先一一下 然后也杀到这个兵 先爆一下 但是那个兵没死 就多几十点伤害嘛 这样打的话 就是想打两个一 对 这样的话比较尴尬 对 这波和小兵的配合不是很好 跟长毛老师没配合好 对吧 拔毛没拔好 玩尬的是吧 太久没解说了 对不对 大家多多见谅 多多见谅 提前提前给大家 这个降低大家一个心理预期 对 心理预期 对吧 最近都在练日文 没有太多的时间 准备解说 可以 上路就被凯南 你看 退去都退起来了 很舒服 就现在目前来说 要看一下 卡纳比这边 什么时候想做事 有没有机会去做事 对吧 但是其实对于京东来说 他这个对线下路一开始 就直接拿到限杀 是很赚的 这波现在打完之后 其实现在下半区 京东是优势 而且日女 其实前面 在配合打野上 其实比泰坦更好去配合 就这边 卡纳比如果想 针对下半区的话 是很容易的 那这样即使说下路 能推线的话 京东也可以考虑 去动一下 这第一条小龙 反正无论如何说 如果说小龙 指控小龙 对于京东来说 现在觉得不够的话 他们要来杀 应该就杀辅助 两边现在辅助 都是没闪 对 这边已经在 清下半区的一个视野了 把视野排了之后 这样下路 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去推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了凯南这个点 就等一下凯南6的话 如果说凯南和大叔都下来 肯定是凯南的战斗力 更强一点 尤其是在对线 没弃掉他的伞 对吧 有线权 而且一直是都握有闪线的 上路这边 Zoom切扛压抗的还可以啊 没有被压太多 我觉得Zoom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他可以拿 Terry型的上单 对吧 也可以去选择扛压 在这两者的这个 角色的一个扮演上面的切换 我觉得是非常 自在的 你看他最近版本 就是奥恩 我一样的 对吧 那你队伍需要我去 片中上半部的C的时候 什么天使 什么拿出来 也是可以带领队伍获胜 确实 我以为你会接 那谁不行 那哪一个上单 不能切换呢 我本来想接的是 怎么又暗示 我369玩不了 没有 369很 很厉害的 对吧 下一把要登场 今天要对上 夏老师 压力也比较大 那这条龙 诶 京东并没有 因为刚刚前面布置视野 所以B1就这么 找到了一波 下路回推线的一个机会 对 因为刚才是做了视野 那波没有选择动 然后这边自己去上半区的时候 是BLG趁这个机会把视野抢回来了 那这个点就是 其实我们常聊 京东骑第一条龙的控制率 守龙控制率是不高的一个队伍 其实他们很喜欢 放第一条龙 对 让打野去拿到一个刷野的一个领先 或是做点试 对 但这一波骑卡纳比进对面篮区 进得有点少 但感觉也不转 因为这波进去感觉也就是做了个视野 对 因为这波 对方是起上半部的情况下 你看现在这个倒计时的稍微才出现 下路一勾 哇 这勾 稍微歪了一丢丢 这就是孟宏说为什么 可能觉得日女 毕竟日女的闪现Q这种 你距离到就可以直接定 而且就是这种打野来蹲了半天 你一勾没中 稍微会有点尴尬 打野可能会觉得浪费了一点自己的一个时间 但没关系 对面打野也浪费了 是 大家都浪费 等于就都没浪费了 是 都把握住了 因为卡纳比刚刚其实是有点想抓上的 对吧 就进野区也想给坎南压力 但刚刚那一波kington后撤的就非常的到位 他知道自己队伍那时候是在拿龙 而且现在六级了 没有很好抓 上路主要是一直满血 就如果说这边kington压的比较凶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但这边kington你明显看出来 这把没有太把思路放在压人上 对 就想着这把我发育好了 毕竟我是一个萃取出门 因为你说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种 纯A敌坎南的上路选择 你要把一个大树压崩 我觉得坎南也比较难做到这件事 压得凶的话还是能压点 对 但是他现在等于是没压 这种风格问题 我觉得是 就kington还是属于那种 稍微稳一点的 就是我宁可我不犯错 就可能最近也是 我觉得风格上面来说 kington的风格可能相比于A的 他是比较激进 对吧 但如果你跟LPO激进的上单比 那我们又不能说他是特别的激进 其实都是相对 感觉相对很不激进了 已经算 对 怎么兵线重置 两边的上单的一个补刀 压不住了呀 这回去 这魔抗一出来 现在上路一打一 其实坎南都不一定打得赢着大树了 是拼起来 比较让我们压抑的是 两边的打野 其实在八分钟 现在都没有成功的做到事情 对 但是国豪这把 不管是刷野术 还是资源掌控 都是拿到了一个领先 我觉得还是在京东这边猜测国豪的一个起野 跟算第二轮野怪的一个重生时间上面 路线上感觉没规划好 对 没有做好这波卡纳比 那波不尝试倒是没什么问题吧 但是让对面又这么轻松给拿到了 就感觉有点亏 是 主要他自己没有做到任何事 他进了对方篮区 但是那段时间也没有 接动很快啊 直接换线了 所有人都过来 但京东人也到了这个位置 逮到4-4的一个落单 但是链子没有中 是 高子哥这波技能空掉了 凯南也是第一时间靠过来 看谁来打这个先手吧 这位置心魔在草里蹲 但是心魔这边只有五截 这位置踩上来 卡丽斯塔这边金针球给吸回来 一线这边受到国豪 国豪这边直接要被秒了 凯南进场 一个天雷 这个位置垫到了三个人 但是没有太多输出能跟上 是 后续的一个输出没有跟上 虽然这波Kindern进场 确实是已经成功的打出控制跟伤害效果 但是BOG的人也同时被大树给压退 中这个位置是可以扛住 Fobo的一个伤害 雕家娃小鼓先锋 被京东给接盘 京东是可以顺利的回头 把先锋之言一减 这波团 京东还是打得大转特转 说实话 这波感觉BLG开得有点急了 我觉得这波打架是更好的 我觉得他们以为他们会打先手 但他们其实是被打先手了 而且这波西加鲁辅助上 等级上有差别 对吧 一个六级一个五级 这个还是挺关键的 这波团太难没大 虽然一个勾 是把这边一级都勾下来了 这位置你就看绿毛这个大招 这个位置减速三个人 导致说这边BLG 其实现在只能往后拉 而且这一波国豪是 直白点说就是白给掉了 因为他吃了日女的控制 寒冰的控制 所以这波射题是什么技能都没放 站在原地直接被控死 主要这波注目 大招那个角度也太好了 刚好是把这边BLG双人组 全部都给束缚到了 对 因为他虽然 现全是属于凯南 是属于kingent的 但他慢到满额 变成了他的自然之卧的一个角度 非常的配合到京东压迫的那个位置 这波打完现在BLG有点炸 主要是你打野位 刚刚那个时间点 其实应该也能做到不错的事情 但那波是一点事情都没有做到 然后变成是自己的前排先倒以后 凯南的进场 但是辛德拉跟 富头之毛根本不敢进场 看一下这个先锋怎么去叫 这个小龙还有三十多秒 这先锋应该是就中下给了 我觉得可能大概率给中路吧 这把讲道理 把牙膏扬起来 其实京东这把是很好赢的 因为你看BLG这阵容 没人能管这腰机 确实不好管 这腰机这把 只要起来了就是无敌的 就如果说要保的话 因为国豪正常来说 他是要跟着凯南 跟着kingent一起去进场的 如果只要国豪 一离开了后排 那你说靠一个泰坦 要去管住这个腰机 我觉得难度太高了 主要这把 如果你养Loken的话 你看BLG的阵容 其实想杀Loken 感觉不是太难的事 是能够硬 因为毕竟你的辅助上面 你没有选择 这位是眼上蹲 一个大招 这边是压出了 佛佛的一个闪 是因为佛佛的一技 也没有推到身旁的牙膏 然后绿毛的大招 直接判断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位置 那这波没闪 这火龙感觉不好接了 但是你这边大焦了 看BLG愿不愿意来博一下 不过觉得有点难 我在想的是 佛佛有进化这波 可以考虑进化 对吧 对因为那个位置 绿毛在我们上帝视角看 其实绿毛没有闪现 应该是接不了下一个空的 害怕呀 2-0妖姬 对吧 这波 我保住命是最关键的 对吧 而且我这状态好呀 对不对 这波团 还能接 还给队有一点 想象的这个空间 看能不能打一下 那这个想象的空间 京东也有他们的想象呀 看一下这条 就直接当着你的眼打 我也不排了 是 但是BLG这边也知道 我的阵容是比较你接的 都在绕后 有个爆裂球果 一键过来 先测到了一个射体 还被推下来了绿毛这个位置 但是凯南这个位置 在后面是垫到了牙膏 高之哥那边被电速分身了 但是没有杀掉 高之哥交闪现 已经拉开了 但是正面的一个团战狗熊 这边跳大以后 看到正面的一个绿毛 是先扛不住狗熊 也被副作者毛给处理掉了 这波WINS的一个位置 好像还能在持续的做输出 这边又一个控制给到的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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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被副作者毛 直接插满了四根毛 而且这波高之哥 伤害不太够啊 而且这个位置Zoom 甚至还想回头再捆一手 但是WINS一直在把握这个距离 而且身上还握着闪现 所以京东这波是把龙给拿了 但是其实人头上面是打亏了 二换一 但是自己赚了条龙 这样的话我觉得能接受 只要没有把妖姬 妖姬如果被击杀 我觉得这波就不赚了 其实京东 因为京东阵容相对来讲 更偏后期一点 所以打架只要不亏的话 都是赚 是 对吧 这把大叔起来 讲道理BLG 这是谁打的东西 这边很细啊 这波波波 一个助手推散 是把这边 绿毛给推下来了 导致绿毛这波 其实第一时间 没办法去进场 然后Loken这个位置 吃到了一个抢手猎率以后 想办法要找输出 但也被轰尘打了一下 最后是 主要这波KINGEN的一个TP 落地的一个位置 虽然天雷没有给到正面 但是他成功的把 这段时间最强势的妖姬 给打退场了 这波去KINGEN没什么问题 他把对面装备 最好的一个人给打跑了 因为这波如果再给到KINGEN 图到后排 那可能寒冰这波 甚至连输出 打输出的机会都没有 先锋叫出来了 这个位置时间应该也快到了 赶紧清新兵 突然的话 这撞不出渡层来了 等一下 对最后十秒钟了 要赶紧让峡谷先锋 刚好是卡了一个小尾巴 不为之BLG 还是能过来守一守的 遇见刚刚防御塔的血量 是非常健康的 现在其实打完的话 可能还是要等一下小龙吧 就这段时间 我觉得BLG打团要赢的话 可能比较依赖 这边KINGEN 开战的一个发挥 但我觉得如果都是这种 大规模的团战 从京东刚刚那波团 你都能感觉到 京东并没有想要跟你 决一死战的那种感觉 就过来尝试一下 有好的机会我就开 是 对吧 没有我拉扯一下 因为拉扯能力来讲的话 京东明显要更好一点 毕竟有个腰机 对吧 随时都有尝试的一个机会 我还是认为可能BLG 要更多的利用自己 下路双转组的这种 强大的一个节奏能力 得激进一点 我觉得BLG现在 就采取一些 就是比如说蹲蹲人啊 抓抓对面洛兰人 就不能等龙 就我就不能等龙 等峡谷先锋 你就只等这种大团 其实京东是很擅长 跟你运营这样的一个团战的 主要是把龙的协作也慢 对 真要拖到个30分钟的话 BLG不太好打 而且你说土龙魂的一个收益 我怎么感觉 京东拿到这个土龙魂的收益更高 上来稍微消耗你一下 但这边拼跟也跑得很快 不贪 队友来了 稍微过来再手一下 是 佛佛刚刚那一波 虽然自己被打出 抱歉 牙膏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但现在自己还是全场经济累积的 比较快的一个点位 两枚中路装备其实差距倒是不大 少了一个这个小黄叔 是 但京东这波是刚刚狭狗先锋撞下 然后上路又是上中 同时给到BOG压力以后 这一波的一个转线 BOG其实是亏掉了自己的一个下路外塔 但这波的话 给了这边BLG先动这个狭狗先锋的一个机会 他们先站住了一个中路线 这波感觉这个位置上来讲不太能过来 不过这个先锋打的速度比较慢 骑前雪感觉是能赶上的 而且这个位置感觉可以打一个包夹 大叔又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发挥位置 感觉这波团京东是要接的 是 左边 中已经过来了 自然之后直接给出来 卡纳比也在四季而动 要准备跳 怎么跳过去 直接找一个没有闪现的BOBOBO 进化解掉 但是还是直接被录给BOSS 但另外一边 PINGJEN进场直接电到了三个人 但是有一块表 罗肯正国还是活不下来 团局上面好像京东的一个前排更微弱 这波因此已经是找不到后续的一个输出空间 已经拉退了 所以京东还是顺利的把这波团给处理掉了 FOFO倒雷啊 主要这波 FOFO这个位置太尴尬了 他这波一死的话 BLG这边输出是完全不够的 还是团战前猫猫说到那个点 就是大叔这个位置过来 FOFO等于是被两翼夹起了 这波大叔这位置太完美了 这就是一个那种标准的那种包夹的阵型 那这样的话 刚刚没有打掉的第二条峡谷先锋 京东可以顺利的打他给击杀 感觉BLG这边有点郁闷 每次明明都是我先到 对吧 位置我站住了 这先锋我也动了 但侯凯南也进了 对啊 伤害也拉住了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刚好过来给你打个报夹 看一下这波 这波FOFO主要是闪现美好 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如果真要跑的话 感觉往上跑会好一点 毕竟自己有个进化 解了还能往上拉扯一下 但往下跑的话 前面想找队友 反而是让队面可以先杀完他 再去来杀队友 这波在回放的上帝自小 其实注意到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 就是BLG现在可能在打团上面 WINS要选择激进一点的一个站位了 他这个位置其实他是在 因为他也看到了大叔的自然之握 但他最后也被握到了 对 等于是凯南闪见进场 配合国豪的那一波上野进场 但是就缺了一个C位的输出 但因为你的AP是被对面挤火了 自己的AD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 但说实话 你看WINS看到ZU这个装备 感觉已经打不动了 开始刮杀 就他变成刚刚那一波 在我的观点来说 他可能要忽略对方的上野 想办法跟着冲后排 对 直接打后排 这位置土龙也刷了 这波是京东稍微占了一下这边视野 但两边都想先来抢中路这个兵线 但这波凯南是没有闪现的 当然FUFU的闪现这一波是已经赚好 京东这边其实先手能力上要更强 看一下什么时候去开 主要这几波其实 国豪这个色体 没有打出太好的一个效果来 感觉这几波团战稍微有点隐身 进场是都进去 但是我感觉就是 被迫进场都是 都缺了一点 对吧 而且没有打出可能猫猫说的那种 我是主动打先手的那一方 这个位置腰机又和凯南缠终在一起 而且这个位置我腰机定你凯南 我是不亏的 是凯南如果不在正面 哎呦这波KING 哇很危险被踩两段正面团战已经开起来 这边太难一个大二机飞了四个人 或许一个轰拳也是顺利的轰到 但是这波京东是扛住了第一波的一个冲击以后 反手要配合中来打第二波 但是BOG也是直接 小龙还在输出啊 这个土龙狂喷 是土龙这波的耐心值已经是归零了 准备回一点血 凯南想回去回补一波 但这波被练到了 赶紧交个治疗拉开 凯南这波应该是没办法参团了 最后的位置还是被金东给卡死 拿掉了龙以后 中正波还直接W进城抱进去以后 看一下后续狗球也是飘进场 又是把风球给杀掉另外一边 哇腰机牙膏是直接偷掉了 想要回家又在犹豫的一个KINGEN 再一段踩踩上去 踩写了WINS以后 LOKAN交闪现 一个射手的专注 直接粘住了对方的一个双人组心 最后一丝血 开了一个互盾存活 但是已经接近团灭了呀 这波打完 感觉BLG这把有点走远了 现在这个局势 主要这把真打后期的话 确实处理不了Zoom的大树 你看这大树扛在前面 队友就在后面放心 输出就OK了 这波先锋再叫出来 把这个中塔给拆了 因为这一波你甚至可以说 BLG在第一波的进与退之中 他们甚至都已经选择 把这条龙团给放了 他们想撤 但是最后被中的一个W技能 不放了他们走 这波京东拉扯拉扯的太好了 特别是腰机这个点 这腰机直接把凯南看得死死的 导致正面没有凯南的BLG 是根本不敢去打 就这波即使你看 一时间进来了 但是后排依旧两个双Z 跟不上任何输出 因为他们太需要凯南来进场了 BLG所期待的这个完美团 一直被京东迎刃而解的 而且我觉得每一波的团 它的解法还不一样 但这一波就是高子哥 直接把Kinggan给看死了 你看就注目之大树就顶前面 闪现爆 这波闪现没办法 最后Kinggan这边是受到了 高子哥第二波的一个进攻以后 被迫把自己的大刀都给按了 收割接弹 Loken也打得很凶啊 闪现上来补伤害 可惜最后心魔还是一丝血跑掉了 但是京东已经是接连在这种大型的团战里面 小小的累积转 然后这一波是已经转的特别多了 其实京东这个队伍他就很擅长打这种 这种小团 这种拉扯的团战 就慢慢给你打 而且他即使说上一波可能说打会不转的话 他下一波继续给你这么去拉扯 他的团战质量是真的很顶的一个队伍 对吧 就是我们说 自然京东在我们前卫的几支队伍里面 他的整体滚雪球的一个速度 跟你以速率来看 他可能相比于套博跟IG来说 没有那么的快 但是他在打这种大团上面的把握度 上面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京东其实是一个很有耐心的队伍 对 他不着急的 两段上来就打一个QA 触发一个电影 哎呦 伤害有点高了 现在已经出了女奥以后 九层的黑暗风影 Fofo的装备就已经是被拉开了 比较大的差距了 主要Fofo你就会帮你打团很尴尬 被这边京东各种控制看得死死的 现在就巴不得换个佳妖 但可惜换不得 这把想一下佳妖好像要香一点 但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就说各有各的一个好 但我觉得就现在的问题就是起波 就要不是我坎南进去了 但我的C位没跟上输出 要不就是我正面开起来了 但是我的坎南进不去 各有各的好 主要是没配合的不是很好 是 但现在打下来 你可以看到装备的一个差距 包含在辅助位置上面 绿毛也是先行拿到了前排辅助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 只要说翻的话 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就只能说看 凯南有没有一个绕后的一个天雷 这个位置就想留心魔 心魔这边留到了 但第一时间艾西不在 没有选择直接上来打 大树也还在下路去带线 但如果我们思考的点是 所谓的凯南TP绕后的问题 就是京东在优势的兵线 跟视野运营下面 会不会给到这个TP眼位的一个问题 对 因为主要是凯南 你看凯南这个装备 是选择出了这种全输出的一个出装 对 就这种凯南是 没想要活的 对 我觉得是比较贴 现在版本一个打法 是 主要凯南第二件 出杀戮的性价比确实太低了 我觉得凯南确实现在 我认为这种 比如说我们说的帅哥流 就是直接伤害拉满 对吧 现在如果经济 如果现在经济是优势 我应该要直接变帽子 就经济优势了 我要全输出 我要把伤害都打出来 劣势的话我要全输出 我也要把伤害打出来 是 反正我就是要把输出拉嘛 对 另外一边 重这边的一个装备 起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两件大型的 物抗魔抗现在都有 主要现在如果 再给BLG 这么去拖的话 拖到后面BLG 这阵容是打不动对面的 所以 现在其实留给BLG的时间 我觉得最多也就剩个七八分钟 这把打了三十分钟的话 真的就没得打 这图文一拿 我觉得基本上宣布GG 对 就这一波了 这波BLG是没有一个 拖的一个空间的 必须要接 是 凯南现在是选择跟着队伍 在正面 但新墨现在时间轨 板甲都没有 不是很有底 腰底这个位置有点好 现在直接一段链子 把这边FORGO给秒了 又是一只穿一键 过来想射 但是没有射中 但是狗熊这边 已经连住了新墨 新墨感觉有点难测 背波要用精灵球 WINS把它给收回来 那大树这波的大招 可能是留不住人 但是因为牙膏 直接在人群中 把FORGO给秒掉了 血条消失之数 这就是一个肥的妖姬 开场现在也说了 最近感觉状态 确实不是很好 这波好像 你也不太能怪他 但这把整体感觉打得 没有高值哥有声音 对 这样的话 后出的一个新德拉 没有打出来 很好的效果 主要因为 前面几波团战的 屡战屡败 让BOG的装备 出现了差距 这波包含就是 没有女妖 所以这波也没有容错率 这波牙膏 这个进场位置太好了 绕了一个视野 主要因为BOG这边 那个双膝 选择一个双进化 来想办法 面对对方的一个 多控阵容 但你双进化的确定 就是你少了一个治疗 只要妖姬一斐 这个对你来 对你的阵容来说 你只要给到妖姬一波 像刚刚那种卡视野 是直接第一段的 W就可以打伤害的 你就要被秒掉一个C 这把妖姬真的管不了 而且你看京东这颗视野 从上半区到下半区 直接一条线 你的野区我的家 这视野全部给你都掌控了 这波也是 有这种视野 所以说才能让妖姬 在野区这么为所欲为 你说刚刚国豪的反 他第一时间反应大 但还要搭在一个女妖上 挺难受的 也没办法 对吧 也不能给大 开始读书了 这把都读慢了 都给导演读 这位置进来反映一下 这个蓝buff 但是有一个新的拉 新的拉这英雄就这点好 守蓝 我故意没说 你说的 你爱说的那两个 懂得懂懂 现在也给到了 我们诗诗数据系统上面 两件成绩 看一下正面先勾了 勾到的是正面的狗熊 但是卡拉米奇跳走 这波人不齐的情况 先拉扯一波 日女回头再指上去 一个大树 留着对面两个人 提不下来是一个大树 大树这个位置有点小问题 但凯南来了 这位置还不错 进来电到对面 那个双C 有没有输出能跟上 没有 这位置 听个进场有点绝望 自己是要先倒了 绿毛这边时尚尾巴 非常肉闪 现在做一段拉扯 哇 正面反而是一丝血的心魔 被收了回来 但是这一波 其实是已经BOG 找到了一波多打扫的 一个先手机会 这打听个好多次 都是一个基本上 完美的一个进场 但就是因为后排 跟不上输出 就缺了那么一些伤害 对 但的话 京东接迎的这波团 状态也还可以 大树是满血的 弄现在有3000的鞋 来试试了 国豪能不能 抢到这条大龙 最后的希望 BLG 是高子哥在上面 一个人先看着 但是已经被BOG的 三个人抱团血 给驱赶走 但这波还是很难进去 现在头上没有大龙 上面有牙膏 下面有绿毛 这完全大龙 这800里之内接近不了 是 上下两条路 都被都有人在看守 还有个老树 这位置想勾牙膏 但是牙膏这边很灵不过 没一遍都回去 这边大龙引导了 哎呦 国豪进去 也是来迟一步呀 这波感觉大龙 已经是被对方拿掉 以后BOG想撤 但是这波已经是 被Loken给捏 祝因是被打了一个闪现以后 祝的血量不是很多 交产性上来想 暴带是距离没有拿捏好 但是高子哥这波 又是捣到了一个佛佛 把佛佛在后排 直接给秒杀掉 卡拉比这边 还在穷追不舍 后来又是一个摩影民中 踏进来 两段踩 Double kill 不敌了 牙膏 就虽然你感觉到 京东这边的一个前排 他的上野 在追击的过程中 也是被逼有去放风针 但是高子哥这里的妖姬 真的就像猫皇所说的一样 无人可管 可以 刚才牙膏很细节 蒙玉米宗过来 一个Q把这边蛤蟆抢 卡拉威打了一个问号 人头你的 这个蛤蟆你也给我偷了 有点过分 这波第一时间拉扯的很好 后面等到说这边 两个TP落位了之后 然后决定去打 这波虽然说辅助和上路 一波控制秀 但是没有用啊 这个后排 两个人离的实在是太远了 是 然后这就是 凯南已经把大招放完以后 国豪才找到一个角度 R技能想尝试跟着进场 但是你可以在这个 上帝之角的回报里面 看到Fofo跟Wins 一直没有办法 协同进场的Kington 去对Loken以及牙膏 造成真正实质上的 斩杀的一个伤害 他现在这个优势 已经领先了1万经纪了 BLG这个阵容 想扛1万经纪来打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你现在即使说 能处理掉Loken 那剩下几个点 就包括这个大树 打到最后 他都能去收割 只要这么打下来 其实你上路凯南的装备 已经是在停滞发育 对 现在凯南 就有点电不动人了 对 然后对面的C 其实防御装备 都已经在慢慢的起了 死亡之五 已经出出来了 现在身上22层 杀人数的一个妖机 这波也是孤注一致了 所有人都往中路去靠 这边想要硬打一波 但是这边 京东直接先手 又是无敌的绕后卫 在这位置好像大招 是先被对方给拉掉了 没有顺利的控到人 看一下后续是 直接强暴掉了心魔 心魔这个位置 打了一个余阵的肉猪麻 这时候 卡纳迪第二时间进场配合 高子哥直接把心魔给秒掉 后面国豪进场 也是没有任何用 又被高子哥拿到一个double kill 正面日女的大招好了 风波第一时间进化秒解 反手一个 不 还是被天宁之间给指到以后 那这位应该是没有操作空间 三个人在围剿他 Loken拿下了这个人头 已经进入了一个暴走 另外一边高子哥 又逼出了kington的一个大招 等到这个大招结束以后 还两段踩 把位置打到残血以后 来回的一个穿梭 最后补上了一个恶毒印记 顺利的超神 而Loken也是顺利的 把凯南给击杀 拿下一个团面 一万经济的一个差距 这个团战看起来 BOG是无力回天 翠库拉是有雷啊 这团战打的 而且这波 牙奥完全操作起来了 九杀超 已经顺利的 要不是刚才那个虚弱 感觉一套已经秒了 是 25层输了 已经毕业了 你已经感觉到高子哥 如果就 这一局他的装备的一个成型 已经让他 确实已经领先的太多了 刚刚那一波操作的很淡定 对吧 先隔着墙 等你的外列天老影结束 然后我还要 来回的利用我的两个 摩影迷中的一个失落点 然后强办法的去风筝你 拉一下Zoom 但这个Zoom 你惹不起啊 这一套打上去不掉血 确实打不太动 除了这一拳 还有点伤害 那真实伤害的 但是这个伤害量 毕竟万豪 现在为什么走不了上单 就是这个豪一直 确实被削的有点多 以前万豪一拳下去 是可以破八九百的 真实伤害的 再拿一条龙魂 这个龙魂一拿下来 这把京东基本上稳了 其实在这一波团打之前 京东已经是 已经很稳了 对 其实在上上一波团 我觉得京东也有点稳了 一直都挺稳的 四女都可以招大招打融 这就开心游戏了 就现在 现在其实BLG也很清楚 这把没有什么机会了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就等着京东来上门 再打最后一波团 这位置 这大叔每一波进来 就只能跑呀 你看这个BLG 就最大的问题 就是处理不了前排 是 你WINZ都不想点这个大叔 对 因为他知道点大叔没意义 对吧 都是无效输出 这真的 只能说针灸 这个VFO也是被粘得动不了 但另外一边 左边这两个人 最后是被高子哥给秀了呀 这位的King 大家想救一下 这边的一个WINZ 弹回来 闪现 闪现QO 这边再一段链子 练到开门 就前面是练到了WINZ 然后被迫让King 也要保一下自己的AD 现在我觉得BLG 要考虑怎么杀这个妖姬一次 你说断一下他的这个 断一下断一下 但你现在要OIN这个妖姬 也要看高子哥 给不给机会 有点难 有点难 身拼女妖 但这波没闪 好吧 就是大胆一点想 这波妖姬是没闪现 这波进攻肯定是要一波的 现在也没有什么资源了 现在慢慢等三路兵线汇集过来 大叔这大招已经开了 现在优势非常大的情况下 青东这边也是不省技能了 有就放 又是一波中路的超级兵线进来 来了 这边一个大 大到两座防御他 国豪也是被迫进场 坎南一个绕后位置还不错 但这波坎南这个伤害 感觉不是很够啊 找谁找LOK 但LOK这波好像没有死 利用死亡之物的一个伤害 减免能力 顺利地扛住了一波坎南的一个进场 那正面重视已经直接到泉水面前爆了 在泉水面前扛了对方 这是一个WINZ的一个伤害 但这个大叔就是倒不了 再一个落者退散全部都退到了 但是这个伤害就明显不够 这波LOK已经走到了正面 开始往泉水里面 撒他的寒冰之剑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恭喜京东 拿下了第一局 恭喜京东 是的 继续延续自己的一个夏季赛的一个士气 这个你可以说士气如虹 对 感觉又找回春季赛那种感觉了 因为这赛季刚开赛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是比较质疑吧 包括说MSC上的一些失利 对吧 但是现在经过这个一个赛季的魔力 现在又是完全找回了当初夺冠的那种感觉了 对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点是 最近这几场比赛 京东的比赛 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牙膏高此刻的一个状态 越来越好 是 对吧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京东在季后赛的一个表现 它的一个上限 绝对是跟春季赛可以并列一起谈的 对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京东整个 我们说卡纳比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晴雨表 但卡纳比已经在下地赛 趋于稳定 那后续就是要看到他们的两个C位上面来说 能打出更大的一个声量 而这一把 我觉得MVP应该无庸置疑是会去给到牙膏 对 但这把更多的 其实京东团队上的一个配合 也是非常完美 你看每波团战 就他们这个站位 包括就是盯人 对吧 盯对面 包括说这边 邀机去守凯南 各种这种小细节方面 做的都很到位 让BLG团战打起来非常头疼 因为这局比赛 其实是因为两队的风格是那种 我觉得解说相对好去做局势的阅读 就是因为他是打团赢的 就是BOG怎么输的 打团输了 就是你看从头到尾 其实两边 我们说视野的争夺 一些该做的布局 其实都有 但就是你打团打不赢 但没有后续 而且你自己的阵容来 没有来说 其实尤其是前面一开始的 龙团 峡谷先锋团 其实BOG应该是有 还是第一波团圈打炸了 感觉也有点不应该 就那波下午先锋 直接打了个零换三 然后先锋也没了 对 然后下路对线也出事 那波亏得太惨了 自己这种前期阵容 是不太能允许 有这样的失误的 对 而且都是 孟宏也在解说的时候 提到一个很大的点 但这句话 你细品的话 你就知道BOG的问题很大 就是你都是先站位 先集结 先打目标 但最后你都没拿到 其实就是细节处理上 没处理好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上BOG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是 比较难临场调整的 就如果说是场下的Sing教练 他其实没有办法说 说那么多 对 因为这个打团的实力 这得回去稍微慢慢的 给选手去讲 得磨出来 对吧 就不是说 就是教练现在场下 场中的比赛 不可能教练复盘的 不可能开这个视频出来 跟你复盘每一波团战 对吧 是的 那我觉得第一局来说 其实京东他的一个整体 表现的我觉得是很稳定 就看BOG 我其实今天第一把BO3 我个人比较期待 还是我觉得BOG会有 会不会有一些 就是奇招 对吧 像那天那个时光一样 对吧 而且下一把会不会说 让爱的这边上来试一试 但这把我觉得 其实Kingdom没有发挥上 太大的问题 其实团战都大 虽然数据是有点爆炸的 对吧 但我觉得很热场 就这种凯南这种流派 对不对 我这种流派就是这样的 是我进场就没有想过 我要活的走出来 对吧 我进场 但是你看他的伤害 也打了一万七就知道 他劣势局的一个凯南 这就是有进场 因为如果这把他没有进场 他的伤害可能会落在一个八九千 对 对吧 就因为你对线的时候 还是能消耗一下大树 但团战的时候 还是要对西位造成威胁 一波下路这边 对吧 下路其实初期第一波 BLG也是一个小失误 不然的话一换一 其实不亏的 然后这波就是 刚刚包黄复牌的时候 提到的 而且这可能也是 下路对波死了之后 一个连锁反应吧 就导致辅助这边等级 是刚好比这边辅助 少了一个关键的大招 都是一环一环的对吧 这波你想 泰坦万一有个六 完全不一样 对吧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 不管你一个大树 我所有人激活你正面四个 那样的话 可能就是你大树 和对我拖截了 是 是吧 吃着毫里 差着千里 也没什么办法 很多时候我们说 没有一只蝴蝶是无辜的 可以 每片雪花都涌闯电牙 这一波应该是我觉得 整体上面来说 BLG算是 最能接受的一波了 因为主要就是这一波 其实高子哥是直接被凯南 给打退场了 是 再来看一下 哇 哎呦 这控制其实每一波都看着 挺赏心悦目的 是 但就 咋没输出呢 这波Loken 都已经是 靠一块表在想当把 撑着对面的一个 前排的一个进场 后面就是 高子哥拿到了优势 以后我们看到妖姬秀了 被盯上了呀 就玩这游戏就怕 被妖姬这种英雄给盯上了 就怕妖姬有优势 嗯 算不 这不说实话 真的没啥草造空间 你说这个位置要交伞吗 他已经被贴点 练到了再交伞的 反应不过来的 说实话 除了说你 事先 可能猜到了那个位置 有一个妖姬 那样的话有机会操作 是 那你已经吃到了W 吃到了E的伤害 你再交伞 那个练子应该是拉不断的 嗯 成场团战都是京东的一个 大优势吧 只能说 好 最后 这一幕也是再度的看到 高德哥的波弹回来 闪现 后面减速给链子给到 一个都走不掉 然后 狗熊现在这个大招机制 真的挺适合越塔的 大招直接过来盯两头塔 每一波其实你看到 回放里面凯南 基本上都有做到 他在阵容里面该有的效果 对 最后打完了 对吧 我们满后炮角度来讲 我还是觉得那一手 如果说搞个巨模 会不会就 团队上来讲 化为反应更好一点 嗯 就可能如果是巨模的话 我确实同意 猫猫说的这个 大树这个点 应该基本上不敢选 对 你选的话 其实是郑重BLG的一个下滑 对 而且你上路选个战士的话 我配合凯南抓你 包括说中路这边 都会感觉更好一点 而且时间线上压力 也没那么紧迫了 是 但其实你看 这把其实一开始 在BB的时候 我个人还认为说 这把可能更多的京东 会去针对一下 上路的kingdon 但kingdon其实发育的 也没有问题 对吧 两边等于是对着在发育 有给到一些小小的压力 但还是直接中下午 也包含了 Vofo今天的状态 可能第一局 我觉得猫猫说的也很对 就是说没有打出 他过去 就是在可能下期赛 初期那种 一个人在带着队伍往前进的 那种感觉 他一直在这里跑来跑去的 小事情 小事情 那当然 今天第一局 我觉得 当然以实力面上面来说 BLG落在一个第11名 对吧 而京东是落在一个 第二名的一个位置 实际上面还是有 比较 还是有领先的 那今天第一局 看起来也没有 这个暴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的MVP 给到的是牙膏 10-0-6 这个不给 是不可能的 对 对吧 5个MVP 也不算少了 这种MVP 就是属于那种 如果我们 就是学 应该说 假设我们也改成像 LCK那种投票制 对吧 就是12票里面 至少要10票以上 不敢12票 就12票吧 不会 会有一些 像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中文解说也很搞 对吧 就搞一个别的 对吧 英文解说也有些时候 会搞一些 就投一个别人 这样 不能投Vovo 不能投对面的 这是基本原则 对吧 好 那当然 第一局拿下了 而且对于京东来说 他是在红色方去拿下的话 其实整体上面 这把BO3 对于BOG来说 是比较艰难 那后续的赛程来说 BOG他 现在这把落败以后 4-8 他会跟EDG跟RW 过到一样的一个大分 但是他后面的对手 其实实力还很强劲 所以可能现在这个时间 点聊 这个对BOG的分子来说 也比较远 还是先想 这把BO3 怎么拉到一个决胜局 要现实 就是这把 先想办法让一追二 对吧 这个是最现实的 因为这把说了基本上没机会了 可能连理论机会都没有 就是变成跟EDG同样的机会 但还挺有机会的 那也是有机会的 对吧 所以 因为确实现在整个分数上面来说 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是BOG 我觉得现在还是老BOG的一个风格 就是他打排名靠后的一个队伍 其实BOG 他取胜的比例还是比较高 但他打前面的队伍 其实他就比较难去取胜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虫子弄到我身上 那我们在那边等待这个 一下赛斯邦告诉我 大伙这个蓝黄帽的一个讯息 但我认为京东来到蓝以后 其实你看上一把BOG 其实这个射体的一楼的打野选用 我觉得没有起到 这么大至关中的一个 就这么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下一局 但我觉得他是因为京东最近 可能卡拉比玩射体打野玩了很多 他其实是有点想要 以选代BEN的一个策略 是 但下一局其实我蛮好奇的是 那京东有没有可能在 因为其实现在对于前面几支队伍 我们直说就是 他们是拥有战术上面去尝试的可能 尤其是在BO3里面一比的领先 有没有一些 第二把整活 也不是说一定要整大活 就尝试一下 毕竟现在对吧 最近一直已经找不到问题 可能说训练赛又研发了几套最新的阵容 还没来得及尝试 是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 就说这个狗熊 他会不会有可能不走在自己打野位 大树这个 这个尝试其实我觉得就已经到位了 确实战术上面的 效果是很悬促的 是 下一场的资讯我们已经拿到了 京东在优先选边的一个前提下 继续选择了红色帮 两边的蓝红帮不交换 而BOG的上单更换选手 AD要上场 我们稍时休息 期待两支队伍的第二场的交量 着期待 我就 Hessen 想请进来 IM D